浪人家很多時候因為他的機能退化 或者病甚至體藥 可能都導致他吞嚥困難 吞嚥困難的情況出現時 很多時候他使用的食物都會反出來 亦因為這樣導致他營養不良 肌小症是身體隨著年齡增長 都會導致一些機能衰退 肌肉量亦會下降 肌小症由於肌肉量的質量和量都下降 很容易導致老人家自小心跌倒 嚴重可能會骨折 吞嚥困難的女友肌 進食足夠的熱量 以維持體重 建議可以小吃多餐 以及進食一些高密度的營養 有營養的食物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有需要的時候 進食一些有營養的點心 例如花生醬麵包 豆腐花 或者一些腐竹糖水 都可以幫助他補充物量 另外亦都建議他們 進食一些較為軟軟的食物 例如一些豆腐花 一些蒸蛋 甚至一些打爛了 或者煮得比較軟的蔬菜等等 老人家可以做一些輕度的負重運動 除此之外 亦可以透過飲食 去補充足夠的蛋白質 以一個50公斤的老友肌為例 其實他建議可以攝取 五至六份優質的蛋白質 一份譬如一隻蛋 或者是五至六兩的溶 除此之外 可能因為他沒有什麼胃口 或者是一些病的原因 導致他成足夠的蛋白質 其實亦都可以靠一些 高蛋白質的營養補充 去補充他所需的蛋白質 如果想吃得健康的話 早餐建議可以吃一個芝士蛋三分子 再配一碗或一杯豆漿 而午餐方面 可以將一些瘦肉或魚肉 攪碎 然後加入一些高營養的粥 可以幫助攝取蛋白質 以及一些身體所需的熱量 另外晚餐的話 可以建議進食一個雜菜瘦肉 湯米粉 配一個軟軟 煮軟的一些蔬菜 可以幫助攝取纖維之外 亦都可以攝取多種的 維他命和抗物質 可以嘗試用一些天然的甜味料 例如薑 蔥 或者一些八角等等 去提升那個彩色的味道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選用一些不同顏色的菜 或者水果 例如火龍果 甘筍 或者粟米 去增加菜式的色香和味 另外 亦都可以用攪拌機 去打爛一些肉 配上一些水果 製成一個譬如肉 去令到更方便 路由器去進食 如果想增加食物的營養 可以將雞蛋或者蛋花 加入燕麥、粥或者湯 另外亦都可以將一些鮮果 或者果蓉去加飲品 今次都想和大家推介兩個彩色 第一個就是番茄薯仔肉碎湯 第二個就是蛋花豆腐粟米羹 做法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試試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